至于这个民间 为什么把这个双胞胎 当中啊 比较弱的这个 一个孩子呀 要溺死 其实啊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穷 一胎多生的孩子呀 既不好生产 对母亲的身体 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所以呀 在出生的时候 吻婆呀 就会有选择的 做一些手段 出生之后呢 也会把那个 看着比较弱的婴孩呀 处理掉 所以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 讲故事 哎 今天咱们这个小故事啊 要偏离点 清朝了 咱们呀 要顺着这个王朝史啊 往上捣捣 有啊 咱们这书馆的老听户啊 这会儿就明白了 呦 是不是该往前讲 该讲明朝了呀 哎 不是 咱们讲的呀 是历史故事 咱们不屡朝代 哪个朝代有好听好玩 有话题杆的故事啊 我都会给您讲 哎 今儿咱们讲这个故事 虽然离这个清代啊 稍微的偏离出来那么一点点 咱们也不会啊 具体讲哪个王朝的故事 哎 咱们不卖关子了啊 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话题啊 是这个皇族到底喜不喜欢双胞胎 其实这话头啊 还是从清朝起的 哎 接着咱们上一个那个话头 乾隆皇帝的孙子 据我所知呢 在乾隆皇帝的孙子里边啊 他就有一对双胞胎 那是谁生了一对双胞胎呢 这就是乾隆皇帝 最喜欢的那个 我儿子 容亲王 永齐 哎 您可瞧准了啊 这个永齐啊 可是五阿哥永齐 那个小燕子那爷们 他可不是啊 那个十二阿哥 季后那拉市的儿子永齐 咱们都知道啊 这位永齐啊 五阿哥 是非常受皇帝喜欢的 也就是说啊 这乾隆皇帝对他啊 非常忠义 一度啊 想把这个太子之位啊 就封到他的身上 这是啊 除了这个最后继位的 嘉庆皇帝以外 乾隆皇帝明确想传位的 三位阿哥之一 哎 那两位阿哥比不了啊 那可是啊 乾隆皇帝的元后嫡子 那这五阿哥 他为什么没当上皇上呢 哎 死得早呗 今儿啊 咱们在永齐身上 不过多的墨粉 咱们说说呀 他有一个侧伏禁 是这个索绰罗氏 这索绰罗氏啊 就在乾隆二十九年 八月十五日 为这五阿哥永齐 就生下了一对 双胞胎 在荣行王这房头底下呀 一位排行在老四 一位啊 排行在老五 这老五啊 大伙可能也能熟悉 就是后来 被降级 徐成了 郡王爵位的 荣克郡王免疫 哎 这老四嘛 哎 自然是夭折了 因为没有留下名字嘛 并且呀 这皇家史书上 对老四的夭折 还有详细的时间记载 就是同年的十一月 十一日 其实啊 很多人对这个皇室 淡下双胞胎 这个话题的讨论呢 都是从这开始的 因为啊 他们觉得这个老四啊 有可能是夭折 也有可能呢 是按照皇家的某些规矩啊 被溺死了 这些人言论的主导啊 他们就认为 说这个皇家呀 是非常忌讳 淡下双胞胎的 不光是这友情一代呀 整个皇朝史 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并且呢 举了很多民间的例子 说有很多乡村呢 生下双胞胎之后 这家里边呢 就会把一个比较弱的孩子呀 用各种手段杀死 然后呢 留下那个比较强壮的 并且呀 他们还有理论依据 他们说这两个人呢 不能同时活 因为两个人呢 只有一套魂魄 关于这些呀 封建迷信的这些话呢 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咱们呀 还是以史为纲 捣的这条线 咱们看看呀 中国的皇朝史 在宫廷当中 诞下双胞胎 是如何的反响 是如何对待的 今天咱们这话题呀 您可能听着呀 不是很精彩 因为呀 它有点称肠馅的感觉 不过呢 咱们必须得一一略举呀 咱们才有说服力 那么咱们既然是刨根吧 咱们就往远了找 往远了远到什么程度呢 商代 有人说你算了吧 这商代呀 只有几个甲骨文 根本就到不了信使时代 你怎么刨 怎么找呢 好事的学者是多的 有很多专家呀 做出这个推断 佐证了呢 我如下的说法 祖甲 是这个商王啊 武丁的儿子 他呢 就有对双摩胎的儿子 分别叫赢和更 很多人认为 这个赢字啊 可能是这个 敖字的一邪体 所以说呀 这个公子敖啊 他就是赢 那么子敖好办了 子敖是谁呀 子敖就是商王康丁 这个商王族甲死后啊 由这个长子 子仙继位 子仙死后呢 由商王离心继位 离心死后啊 就由这个弟弟子敖继位 这个子敖就是康丁 也就是那个双胞胎的哥哥离 有人说呀 你这不可信呐啊 这个推测成分太多了 得 那咱们就一步跨进信使时代 咱们开始啊 说说这个周代 许熙公江夜就生过一对双胞胎闺女 有人说了 瞎说 哪有许这个封地 当然有了 许这个封地啊 就是后来的许昌 被两次亡国之后啊 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 喜欢听这个春秋战国史的好朋友 一定都知道 这许熙公江夜啊 是这个齐桓公江小白的这个小弟 没少啊 跟他出兵一块打仗去 并且这两个人呢 是绯闻男友的关系 今天咱们这事说的是双胞胎啊 咱们不说这个关于取向问题 这史书记载 这许熙公前后六次 跟着这哥哥一块出征拔创去 他呀 就有一对双胞胎闺女 这大规定呢 叫绝 这二规女啊 叫茂 晋慧公 也有一对龙凤双胞胎 这男孩啊 叫羽 女孩叫妾 哎呀 您知道现在干嘛呢吗 我把这些字啊 都得呀 刷下来 一会儿做字幕的时候 往上贴 我估计我那字库里呀 没有这些字 除考猎王熊丸 他有一个小妾 叫李燕 哎 看样子 这个叫燕字的女孩子呀 能当皇后 是自古有来呀 可这李燕呢 原来都是这个春参君的小妾 是这个春参君呢 送给这楚王的 有人说呀 这楚王啊 是喜当爹 哎 不管那么许多了 这春参君是谁呀 我想您比我知道的清楚 关于他身上的典过啊 很多 像什么二虎相争啊 偷粮换柱啊 等等等等吧 我相信呢 您一定比我知道的多 今儿啊 咱们不说这个 咱们单说双胞胎 据说这个李燕 到了王府不久啊 就给这老王爷 剩下了一对双胞胎 这老大呢 就是后来的楚游王 名字呀 叫熊汉 这老二呢 名叫熊庸 您听这名字不好念呀 他就是后来的楚哀王 说到这儿啊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什么这个双胞胎呀 是凶兆 不吉利的说法啊 那都是扯扫 您看啊 这个古代的时候 这个双胞胎 胸中地极的事啊 也挺多的 这北齐梁武帝高欢 生过龙凤双胞胎 唐忠宗李显 也生过双胞胎 并且啊 这宫廷档上 记载的非常清楚 这李显的季后 伟皇后 就在垂拱元年的三月 那年啊 是685年 去这个房州的路上 就生起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分别是这个永泰公主 李慧 和这个安乐公主 李果儿 这永泰公主的墓啊 就在这个陕西省前线的北部 得机会啊 你也可以去搂搂钱 这转眼之间啊 就到了宋代了 宋英宗的保安公主 就是那个历史上称为 为国贤惠的大长公主 并且是嫡出 母亲呢 就是轩人圣列皇后 这历史上啊 以贤惠著称 这人啊 这尤其是女人 一贤惠了 就是老实啊 老实就不免受欺负 下嫁给一代风流才子 左卫将军王身 活活的呀 就被这个王身的小妾给气死了 就是这位受气的皇二女保安公主 她还有个双胞胎的妹妹 就是皇三女寿康公主 宋代啊 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呢 您比如说吧 这个宋宁宗赵阔 他的儿子 顺冲翊王赵旨 顺冲齐王赵旗 也是一对双胞胎 这跨过元朝啊 咱们再说明朝 这明朝啊 明朝的赵惠王 朱瞻雀就生过一对双胞胎儿子 并且啊 这个明英宗在圣旨当中啊 给这个老书祝贺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此盖祖宗福有所及 书积善之庆 宗使薄言之徽也 为善辅之 不用你花钱 朝廷替你养着 关于这个明朝宗使当中 出生双胞胎的记载啊 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在这儿啊 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大明王朝啊 最有意思的 最有争议的一对双胞胎啊 那就得说是这个明朝楚公王 朱英的一对双胞胎了 还是啊 一对姨父子 哎 这老大呢 叫朱华奎 老二叫朱华碧 因为这故事啊 太有意思了 比较曲折 所以说明天啊 我打算单拿出一集来 给您讲透露 今天在这儿啊 咱们就先划过 咱们不仔细巴士他 到了清朝之后啊 也不止 只是这五万个 永齐他们家呀 生过一对双胞胎儿 再往早了说这安亲王月乐 他有一个第三任的继附近 贺舍李氏 这个贺舍李氏啊 不是很有名 可是啊 他却是这康熙皇帝 贺舍李氏皇后的姑姑 就为这个月乐呀 剩下了一对龙凤胎 分别是十八子 韵瑞和十九女 是个县主 清代玉碟当中就有记载 他们出生于康熙九年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康熙皇帝啊 也有一对双胞胎孙女 他们是这个于郡王 韵吴所生 这玉碟所记呀 他们出生在康熙六十一年的 八月二十一日丑时 这清代呀 不光是皇子 公主也生双胞胎 清朝的和硕温克公主 就生过一对双胞胎 从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些例子呀 您就可以知道 其实中国古代呀 这皇室当中并不忌讳 这双胞胎的出生 而且呀 认为这个双胞胎啊 他是一个非常吉利的 是祖宗忽悠的 本人积德行善 才能够子嗣 凡胜的这么一种行为 不但如此啊 您看到了近现代 以及青史稿当中啊 都有记载 对这个一胎多胜的 这政府啊 是要表彰的 这种表彰啊 可以追溯到这个南奇书和旧堂书 至于这个民间 为什么把这个双胞胎 当中啊 比较弱的这个一个孩子呀 要溺死 其实啊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穷 一胎多生的孩子呀 既不好生产 对母亲的身体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所以呀 在出生的时候 吻婆呀 就会有选择的做一些手段 出生之后呢 也会把那个看着比较弱的婴孩呀 处理掉 所以说呢 就有啊 这个生下双胞胎 是一件呀 不吉利的事 这种说法出现 可是呢 这皇族 皇室并不一样 他们不会啊 为这个养孩子的事发愁 所以说呢 他们认为是祥瑞之兆 哎 这就是咱们的一点看法 如果您要是觉得有道理呀 您啊 就在评论区来个赞 哎 一键三连呢 我也是喜欢的 您要是不同意我的看法呢 干脆咱就留言区 一块掰扯扯扯 只要是您留言 我是必回复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呢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